你强 当我把这个海洋灯打开的时候 我觉得这里就成了我的世界 你说过你爸爸不在了 那妈妈呢 我爸爸出车祸去世之后 我妈妈也病不起 没多久也去世了 那我可以问你 这些是和唐叔叔有关系的吗 没错 我是在调查唐夫婶 因为我怀疑她是我的捐助人 捐助 是的 我到了官院以来 一直有一个匿名人 在背后默默地捐助我 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我觉得现在 我有能力偿还 感谢 而且有很多的线索表面 这个人就是唐夫婶 所以我会继续调查 一旦确定她之后 我会亲自去见她 感谢她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帮助 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事情 没有百分之一百确定之前 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等你确认之后 无论是唐叔叔也好 不是也好 我们都要一起去感谢她 怎么办 请来 叫我 sagte 胡思偶 跟马 Вот Jordan 有 曹先生 有何规感 不是我找你 是唐总要见你 见我 没错 见你 我可是言声明啊 我什么话都没说 我要告诉你啊 唐富山神通广大着呢 好啊 我也想和他聊聊 见面聊归聊 不过我奉劝你一句 最好放松明一点 什么意思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也好闭嘴 否则鱼死网破了 就对大家都没好处 该死的鱼一定死 该破的网 必须破 嗯 说得好 好自为之 多谢 您还没什么交代 你还没什么消息 您还没影响 您会不会訴訟 您是什么消息 您是预测的 您是颅历的 您理解 您不知道您有什么想起 您是预测的 像我这种无名小卒 见不见也没有必要 最近工作顺利吗 我听说 咱们开门见身 有话直说吧 有限格 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我想告诉你 你的想法 你脑子里对我的判断 都是你自己的臆想 如果你想知道 我可以把事实告诉你 人都已经死了 拿什么证明事实 小吕 你想一想 如果我是那种人 我现在会平心静气地和你讲话吗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平心静气地讲话吗 唐老板 你心里怎么想得不得很清楚 没错 我唐富山 以前确实使过一些手段 我赚钱的方法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 你承认就好 但是 我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了 一小的时候 我一直在找你 无非就是希望 能够弥补对你的伤害 弥补 你知道我失去了什么吗 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 一个家庭 你拿什么来弥补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追究起来还有必要吗 你死盯着这个人的过去 你不看看他现在在做些什么 我一直在做善事 我希望回馈社会 你以为你做的那些所谓的善事 就可以弥补你过去的错误了 你没办法 性命是可以拿金钱来偿还的吗 还有亲戚 还有家庭 我不会怕受到 我要还我父亲一个清白 你决定要对着干吗 你赢不了我的 不管是法律上的途径 或者是其他的途径 你都赢不了我 我告诉你 你父亲的死 我很抱歉 我也不希望这样 他的死 不是我造成的 我再说一次 他不是我害死的 如果你非要把这个罪名 栽到我的身上 那我也没办法 我还没办法 唐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 当初在大厦天台发生的事情 你都不记得了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当初你说的所有的话 都是假的 你对这个世界了解太少了 你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吗 谁会 magnifique 东西求 林松凡 你赢不了我的 大先生 需要我做点什么 让她明白怎么做人 好的 你觉得她这次见着女女 黄普正让我说说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她想见你 主要是想看看你的态度 你是几经几两 再根据你的态度 决定她接下来要怎么做 她要怎么做我就怎么接 我知道你不怕她 你父亲当年怕她吗 也不怕呀 还不是照样被她害死了 凡事要小心一些 富山集团现在如日中天 你就算对她使尽一切手段 她也不会就范的 我懂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找出欧阳将来 找出欧阳将来 她已经放话了 没错 没想到 林宋藍这小子 真是 不是 当着唐富山的面 她居然敢叫完 你不知道 唐富山呀 脸都给气绿 你这一步棋走得太好了 我就是让唐富山知道 林宋藍这小子不好对 也只有这样 唐富山的心里 才会比我更清楚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现在好了 有了她这句话 接下来的事好玩多了 可我还是担心 万一这姓林的把你说的话 告诉唐富山怎么办 之前我也一直这么担心来着 不过现在好了 我相信林宋藍这小子 他什么聪明的 如果他说了 他只会比现在死得更快 而且他现在没有这个胆子 他顾及不了咱们的事 唐富山 他和唐富山谈崩后 一定会加快脚步的 没错 接下来 他对付唐富山 是他眼前最紧要的事 我们只要 坐手一用之力就好了 但愿如此吧 别动 走好了 我听听我的儿子 还早呢 家姨还没睡呢 别理他 我给你放着水 你好好洗个澡 休息休息吧 我想跟家姨聊聊 你早点睡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有机会告诉你 我心疼你 没事 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忙吗 好 那你早点休息 别聊太晚了 嗯 今天别在学校住啊 有事吗 没事 快毕业了 还顺利吧 挺顺利的 那就好 好 哎 嘉仪啊 来来 坐 陪爸爸聊聊 嗯 怎么 最近有什么不开心啊 没有啊 你跟刘晓乐怎么了 你说什么呢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没有啊 没有 从小到大 你有什么事不顺心 就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打游戏 逃避现实 有吗 我怎么没感觉 我以前也没感觉 是你妈跟我说我才注意到的 没什么事我上楼了 哎 好了好了 不提你爸了 我们父子俩好好聊聊啊 来来 坐 哎 来 坐 哎 你跟刘晓乐 是不是在谈恋爱呢 没有 就是有点误会 哎 你是不知道 他那个人就跟男孩一样 嘴又皮 什么话都敢说 本来自己错了吧 打死都不承认 这要不是剑造社有比赛 我马上要毕业了 我早走了 吵架了 有点小误会 要不要听听我的意见 不要 算了 你说吧 好 走 走 本来呢 你的性格就有点怪 加上你这个状况 那么特殊 从小到大 我就很少看到有哪个女孩子喜欢你 谁脾气怪啊 喜欢的女孩多的是呢 你不知道而已 我是不知道你们最近发生了什么误会 对 男人嘛 大度一点 主动一点找人家把话说开了不就完了吗 说得倒轻松 本来就是一个小事 其实啊 刘晓乐这个姑娘啊 我挺喜欢的 你说什么 我说我挺喜欢她的 怎么了 没怎么看 我以为你不喜欢她 我怎么会不喜欢她 你以为我一直都会跟你对着干呢 挑剔你喜欢的 然后介绍一个我喜欢的姑娘给你吗 这倒没有 喜欢人家就去追求 那才是男人该做的事 别把自己整天乖在屋里打游戏 都无聊 做男人应该做的事 好了 快毕业了 你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 先毕了业再说吧 年轻人要早立志 我想安排你到公司来学习 我叫经理呢 先安排你去各个部门实习 我不去啊 怎么 反正我不去公司 我有自己想做的事 那你毕业之后你怎么办呢 不尽早打算怎么行啊 你能不能别把你的意志总强加给我呀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真不懂你了 富山集团到底怎么了 让你看着不顺眼了 他不是我自己用双手创造的 我就看不顺眼 那是你从小到大没吃过苦 才说那种幼稚的话 是 可能我在你眼里是幼稚 可能我吃过苦之后会后悔 至少我现在不会啊 我要用我自己的双手 去打造天地 而不是伸手向你要未来 我不跟你争论 你还年轻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没事我先走了 哎 哎 哎 这孩子 文文 昨天是账你没给我算清楚啊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哎 哎 哎 悠悠啊 你弄这么多的面包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是要去孤儿院 给那些孩子们 去孤儿院啊 做义工 大亮哥支持你啊 不过大亮哥想问问你 这个你怎么想起来要去孤儿院做义工啊 之前可没听你说过啊 听一个朋友说的 那不管了 反正只要我们家悠悠想要做的事情 我永远都全力支持 查到了 欧阳江海现在在监狱服刑 我已经联系了监狱 下午就过去探监 什么时候 下午四点 太好了 希望欧阳江海可以配合我们呀 希望是吧 我回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 没事吧 没事 估计是唐富山安耐不住了 你先别回家了 这两天住我这儿 找个时间赶紧搬家 没有用 唐富山要是想找我 到哪儿还不能找得到 你搬总比不搬好啊 万一他对你下手怎么办 我早已经想清楚了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所有最坏的打算我都影响过了 眼下只有加快速度 下午我们就一起在监狱门口见 现在我还得出去的 你出去干吗 见沈雪梅 你见她做什么 你忘了吗 沈雪梅是唯一即认识我父亲 又认识唐富山的人 在这个关口 我必须要去当面问个清楚 太冒险了 你连她什么立场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告诉她这个事情 她跟唐富山的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别冲动 我们一件一件事慢慢来 眼前最要紧的是先搞定欧阳江海 再说了 就算沈雪梅知道这个事情 她能够帮你吗 你何必多此一举呢 好吧 别这样 成为了 而言上 assim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孤独了 谢谢姐姐 来 您拿好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 段亮哥怎么回事呢 擦了半个小时了 好 脸上了 我那玻璃快让你擦碎了 嗯 想事呢 嗯 我没想事啊 我没想唐嘉一啊 我怎么会想唐嘉一呢 我为什么会想唐嘉一呢 唐嘉一 谈恋爱是件好事啊 我不反对啊 但是你跟唐嘉一好了 你不能不管哥的晚年啊 说什么呢你 我是那种人吗 是 全世界的男人在我哥面前 全部都爱 三分 再说 我也不可能跟唐嘉一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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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烦不烦呀 忙你的去吧 烦 不可烦可烦的呢 来了 来 我拿着那股东的筋纸 大连哥 你来干吗呀 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那那个有事啊 你们俩进去吧 来 坐下聊 有什么事啊 你在这儿说呗 很重要的事 带你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谁啊 你说去就去啊 也可以不去 恐怕 我们连朋友都坐不上了 有这么严重吗 有 什么情况啊 这是什么情况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就告诉你 这男孩不能太惯着吧 惯出毛病了吗 来来来来 你就是收拾你别冲动 来来来来 走不着 唐嘉一 你搞什么鬼啊 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唐嘉一 唐嘉一 你在哪儿呢 赶紧给我出来 我在 这儿呢 你搞什么鬼啊 你搞什么鬼呀 你搞什么鬼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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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搞鬼啊 只是想给你个惊喜 惊喜个屁 什么烂角树 你别生气别生气 我今天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但是呢 我又不好意思 只好把你叫到这儿来了 你搞什么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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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过来 你要说什么 快说 好 那我说了 说啊 我 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好吗 你说什么 做我女朋友好吗 快说 快说嘛 要不然我可就 你就怎样 我就 唐嘉一 这是答应没答应啊 你先把账结了 记清楚啊 哥 那个 你今天跟我说过来不帮忙吗 你消失一整天 你干嘛去了你 那个 我想交代个情况 交代什么情况 我那边结账呢 我想交代的情况就是 唐嘉一跟我表白了 我答应了 什么 你喊什么呀 不是 怎么 这么突然呢 对啊 不然呢 你还叫我出去放个鞭炮吗 嗯 你答应了 这太失误了 这实在太失误了 你说我 不是我 不要让我跟你说了吗 女孩子不要太主动 要矜持 矜持你懂不懂 你小声点啊 还在外面呢 他说了 又不是我主动的 是他跟我主动表白的 那你就答应吧 不是 你不能装 装那么一小会儿行不行啊 你就说 让我考虑考虑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有什么可考虑的呀 我怎么贪上你 这么个败家晚上的 那他现在出外面想干嘛呀 他想跟你打上招呼 跟我打招呼 打什么招呼 打什么招呼 大连哥 既然我决定跟小乐在一起了 就会好好地对他 让你放心 让他放心 不管你之前对我有什么看法 我都会好好努力 让你改变对我的看法 也欢迎你来考验我 我也相信 我跟小乐是真心相爱 风雨无阻 吐不吐呀 有备而来呀 那什么 你给大山哥 朗松一段高尔基的海宴吧 好 海燕 你踹我干嘛呀 你记着 有一双眼睛 会一直盯着你的 哥 你也记住 我这也有一双眼睛 盯着你 好 好 那个平时不爱说话的孩子 还真是被你感动了 他很像小时候的那说凡 不过宋凡 能遇到你这样开朗的女孩子 真是擦脱腹肌呀 我想听听宋凡小时候的事 宋凡这孩子 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 总是憋着一股的劲儿 做什么事情呢 都非常努力 不达到目的是不罢行 而且很能吃苦 他离开孤儿园以后 什么事情都靠他自己打拼 难道现在这个程度 实在是不如 之前有一对 条件很好的夫妻 要领养他 才就是不答应 后来他出去读书 那个夫妻还要给他资助 都被他拒绝了 那我可以问你 这些是和唐叔叔有关系的吗 没错 我是在调查唐福山 因为我怀疑他是我的捐助人 所以我都无法想象 宋凡上学的时候 是怎么好过来的 他不接受别人资助 从来都会让别人资助 他没有资助人 没有 他从小没了爸妈 被送到孤儿院 所以 轻易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助 他哪里 他帮助人 信不明 我知道 怎么 你要 你 你有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很 我 不过来 悠悠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你 骗我 我没骗你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和唐叔叔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上次在广儿园 告诉过你啊 我要你说实话 我说过了 唐富山就是我的自助人 悠悠 你到底怎么了 你太可怕了 我们不能把话说清楚吗 我不想和骗子说话 我那么相信你 可你却把我 当傻子 你误会了 你 根本就没有自助人 谁告诉你了 我今天去了孤儿园 你 承认了 这件事情我以后跟你说清楚 所以 你骗我 悠悠 我不是一定要骗你 而是因为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那好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去忙自己的事吧 谢谢 input 安全 你在哪儿 雨晨 祝臣 我有点事晚点回去 林颂烦你什么情况啊 又找我有点事 悠悠 怎么又是沈悠悠啊 你有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 唐富山的事情瞒不住悠悠了 必须跟她说清楚 我帮你延练一个小时 下次什么时候见还不知道 你自己开始办吧 六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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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悠悠 来 我不会再让你抱着我了 我以后一定都会告诉你的 我们还有以后吗 你相信我们好吗 悠悠 我说了 等这些全不了结完之后 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 什么都不瞒着你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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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骑人 你是谁呀 林宋凡 我不认识你 你认识我父亲 谁啊 林晶 什么林晶 不认识 当年从天地大厦上 跳下来的林晶 你不记得 你是他儿子 这么说 欧阳先生想起来了 不就是一个死人吗 我见过死人多了 你们合作过 我从来不和心理素质差的人合作 真的吗 你就别给我兜圈子了 直说吧 你来这儿到底为什么 请欧阳先生帮个忙 你可真会开玩笑 咱们俩隔着一个铁站了 到底是谁帮谁的忙啊 话说到这儿 咱们俩别藏着掖着了 欧阳先生 对于你过去的事情 我无以追究 我也不需要了 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告诉当年关于我父亲的事情 我要还他一个清盘 你有种来我佩服你 可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 不想惹麻烦 我只想让你告诉我当年交易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记不清了 这么多年来 你在里边就没有一点忏悔吗 我在这里是一个犯人 我在这里就是来忏悔的 我能找到你 我就有把握 我告诉你 小兄弟 我当年在外面混得之后 就没怕过什么 我现在蹲进来 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 小兄弟 小兄弟 你这招太嫩了吧 你将失去一个机会 机会 我失去的机会多了 上有财产 下有亲人 我还有什么机会可以不能放弃的 想来找我 不用分批来 这种把戏我见多了 明白吗 还要谁来过 报告 好 谈话结束 大人哥 最近你们这么爱学习 老朋友又不管书看啊 哪儿来 你能看明白吗 我跟你说我看的这个 这个这个是 那个 验证男人是否真心的 五十顿黄宝 我跟你讲写得不错啊 验证男人是否真心 我们为小乐嘛 谈恋爱了 当哥能不管他呀 就是那个 骑摸车车的 我看那男的 我看那男的挺好的呀 不想坏人 要我说你们现在这些女孩啊 那好人坏人会写在脸上吗 一看你就没谈过恋爱 你不也是没谈过吗 真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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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办法扣 以其他女性的身份 打入其网络社交圈 与其深入交谈 逐渐挖掘其男性 真是想到 真奇怪啊 怎么了 总有一些人加我微信 是女的吧 说明你火了 怎么那么拼 你看你输去 别玩游戏了 拿 这个欧阳江海 还真是软心不吃 不顺利 不顺利 他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拔明了态度 就是不愿意惹失声音 这可有点玩法吗 会有办法的 我们需要找一些他的把柄 对 找到欧阳江海的把柄 就不怕他不开口 对了 我查过之前的探监记录 金律师来过 金律师认识欧阳江海 我感到奇怪的是 金律师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早就觉得金律师有问题 既然他认识欧阳江海 就说明我们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要不这样 我们直接去找他问个明白 不必了 既然金律师知道情况 他要想办法咱们忙的话 就不会等到现在 他不开口自然有他的道理 这样 咱们先把欧阳江海入议前的事情 全部搞清楚 也许能查到些什么线索